大家好,我是喬正安 很多人喜歡吃手工麵 又覺得做起來很麻煩 其實雞的麵團 建議用中低筋麵粉 冷水和麵 粉水的比例約為3比2 揉成團後 再用手蘸水 像這樣反覆扎麵團 讓它又軟又筋 最後移入小碗,靜置15分鐘 這根一端削扁的筷子就是做駁魚麵的工具 像鍋邊 再用筷子頭部將麵撥進鍋中 這一步講究的是筷子還要不時沾一下水 這樣才不會沾麵 全部撥完 點兩次水 撈出放進冷水 做好的駁魚用來煮、炒 或者拌著吃都可以 夏天最適合來一碗開胃的酸湯 臊子素駁魚 起油鍋 爆香蒜末 下西紅柿丁炒出汁水 先加比較難熟的胡蘿蔔和土豆丁炒一會兒 然後下香乾丁、木耳絲、芹菜丁炒勻 加鹽生抽調味 倒入適量淨水大火煮開 最後加入煮好的面 一點陳素 芝麻油增香